时代力量党团提案修正 原住民身份法和原基法相关条文 4号院会一睹后 等待排入所属委会审查 其中针对原基法第21条 时代力量主张删除现行 公有土地范围的限制 回归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土地 让涉及私有地权利义务的族人和部落 面对政府或私人开发行为 也能够行使同意权 立委政天才有不同的看法 平地原住民族的地区 很多的部落 不见得是传统领域 也不见得是原住民保留地 因此一定要把部落及其周边 一定范围的公有土地也必须纳入 去年删除通过了 就是授前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 来订定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的 划设办法删除掉 这个办法就不能再订了 所以这个影响的层面更大 根据现行原基法第21条条文 原民会也正推动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 一定范围内的公有土地划设办法 并且即将进行第三次跨部会协商 学者提到光是要取回公有土地上的 原住民族固有权就相当困难 各况私有地处理程序和方式 更加复杂难行 当我们知道我们家的范围之后 也不必然代表这个家的范围 就拥有它的权利 所以接下来这个权利 就必须要再进入到一个协商的过程 那我预期在公有地跟私有地的 处理的过程当中 私有地会相对来讲更加的复杂 主流政党 他们对这个条文修正的态度是怎么样 非常的重要 学者认为原住民族土地 包含传统领域和保留地 以东海岸部落土地为例 涉及私有地比例高 要如何解套 恐怕还有待行政立法部门讨论协商 同样在原机法第21条 时代力量以机关的行政行为 是否有损原住民族土地权利 作为部落行使同意权的重要依据 列委政天才表示过于狭隘 因审慎三思 比如说他在做空间规划 或是在做部门计划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影响到土地的使用 土地的收益 跟有关于就是说 在这个土地上自然资源的使用 行政机关如果做出来的行政行为 他会造成部落的财产之损失 或是族人之损失 他其实必须给予补偿 很多的这个限制使用 都是透过法律法规或是法令 来限制 而不是一般的行政行为 这个部分要再三思 原刑法第21条要如何修 才能兼顾族群和部落土地使用权利保障 及政府和私人开发的公共利益 恐怕委员会的实施协商过程 各项权力主张的角力才是真正的战场 记者亚邦比亚立法院采访报道